李文飞,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,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,让你的人生稍做完路。 2020年,在任正非的决定下,华为的自制手机操作系统选择了和西北工业大学合作,共同打造出一个鸿蒙系统生态班。 有网友不禁会问,华为为什么不选择和国内顶尖的大学,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来合作呢? 难道是勤不起吗?还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呢? 其实,对于清华北大的高材生,任正非还是早有芥蒂的,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万言书? 当时任正非就收到了一份刚入职两个月不久的百大高材生的万言书。 在万言书当中,该员工对华为的经营战略、管理制度、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自以为是大谈特谈,希望能借此万言书得到任正非的赏识。 但是没有想到,却惹来了任正非的大路。 任正非对该员工的直属领导说,如果这个人患有精神病,建议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,那如果没有病的话,建议把他辞退掉。 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任正非不接受员工的意见,而是该员工刚刚就职不久,就对华为的文化和义务不熟悉的情况之下,就贸然的提出战略性的意见,那难免是纸上谈兵,自以为是。 那不能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。 但是仅凭此一点,也并不足以让任正非放弃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材生,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家鸡下野弹的原因。 任正非曾经就说过,我们有的时候花大价钱,从国外引进的高新技术,打开以后却发现原来是中国鸡下的弹,我们还要交关税,还要出高价。 那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的鸡回到中国来下蛋呢? 那任正非这一针见血的话,难免会让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有点尴尬。 虽然说清华北大是国内计算机专业最强的大学,但是很多毕业生后期都选择了出国深造或者是工作,最后都留在了美国等其他国家工作。 那华为现在的用人战略,一是毕业生是否值得培养,二是毕业生培养以后能有多少留下来为公司创造价值,那持续性又有多少,而不是培养完了就跑人。 那么这显然和清华北大学子目前的就业现状有所出入,这才是关键点所在。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,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,目前仅硅谷就有两万多名清华北大毕业生,在那里从事最尖端的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,而且美国最顶尖的芯片专家,前五名青色都是中国人。 截止到2019年,在美国的华人数量已经达到了550万人之多,其中51%的华人都是从事管理和技术类的工作。 那中国985高校毕业生中的学生,有20多万人在美国的高校或者是高薪企业里面工作和就职,那人才流失如此之大,让任正非是心痛不已。 祖国苦心培养的人才,学有所成以后都跑到别人家里面下蛋去了,这无疑是我们重大的损失。 所以任正非才会立愿得罪清华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大学,也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。 他要让中国的鸡留在中国圣诞。 对此任正非才选择了和西北工业大学合作,虽然说西北工业大学比起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还是略有逊色,但是其也是国内顶级院校,是一所以三行为特色的工科名校,被称为是国防妻子之一,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航海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更重要的是,该校的校风淳朴,深厚的国家情怀,埋头做实事并且热爱华为,人才外流比例很少,这才是重点。 其次任正非为了留住人才,成立了天才少年班,最高年薪高达到200万元,用顶级的薪酬来招揽到顶级的人才。 留住人才其实就是在给国家留住未来,那目前华为拥有20万名员工和26个研究所,在全球各地从事研发管理等工作。 超过700名数学家,800名物理学家和120名化学家,这些人才成为了华为在通信领域的制胜法宝。 那在此,我们要给华为,也要给任正非点一个大大的赞。 那最后,我想说的是,我们这些深深学子,在学有所成后,要有使命感,更要有责任感。 那试想一下,谁培养了我们呢? 那其次,我们国内的企业要不拘一格,用人才,给到人才更好更多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。 我们需要华为这样的企业,我们更需要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。 你说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,下期见。